《活到老玩到老》 歡迎來自彰化縣立中山國小的田怡和蔡敦穎 廖宥祥同學還有他們帶來的故事 《活到老玩到老》 大家好 我們是《活到老玩到老》 我是蔡敦穎 我是廖宥祥 我是田怡和 我們發現社區裡面的數字老人越來越多 所以我們就上網查了資料 發現全體國民的平均壽命是80歲 而80歲以上的老人的數字證盛行率是13% 也就是說每8個老人裡面就有一個得到的數字證 而85歲以上的老人他的數字證盛行率是13% 也就是說每5個老人裡面就有一個得到的數字證 而90歲上的老人他的數字證盛行率是36% 也就是說每3個老人裡面就一個得到的數字證 所以失字證是非常可怕的 所以我們就想有什麼方法可以延緩失字證 剛好我的媽媽在失字證長輩製造中心工作 所以我們先從這裡開始 我們為了要在他們小家活動的時候 能觀察他們在做什麼 我們就做出了一個觀察表 讓我們去觀察的時候 能方便記錄他們的能力、興趣、特質與活動情況 第一次去觀察時 我們吃完工作人員提供的桌遊 叫魚日日日日 它可以讓長輩分辨不同形狀與幾顏色 也可以讓長輩們有排列組合的概念 但是它的圖案集卡片都太小了 長輩們會看不清楚 也不好操作 第二次去觀察時 你們看這裡有個機頭 這並不是半桌要用的機頭 而是一個桌遊叫巴基帽遊戲 它是一個要讓羽毛抽出 機能不要讓蛋掉下來的一種遊戲 這樣它可以訓練長輩們的水眼協調 及控制手不小心用的能力 但是它的蛋很容易掉 光是放蛋就花了很多的時間 第三次觀察時 我們帶了一個主流叫Magic Ball 它是一個要將桌球彈進杯子裡的遊戲 它可以當長輩們將桌球彈進時 會非常的開心 但是如果沒有彈進的話 桌球會到處亂談 會造成很大的困擾 一以上上次的觀察 我們發現 市場的桌遊都不適合給 市場長輩們玩 所以我們打算為他們 量身打造一個適合他們玩的桌遊 為了可以設計出真正適合 市場長輩們玩的桌遊 我們到了桌遊店 請教桌遊店的老闆 老闆跟我們分享的幾個秘訣 一 東西又大 二 規則簡單 三 飛卡牌 四 又有東西可以操作 我們根據以上四個原則來設計我們的桌遊 那要怎麼做呢 首先我們先畫設計圖 之後再平積木 監製 戶背 就完成了我們這套桌遊 叫做搶救動物大作戰 這張是我們桌遊的成品圖 那要怎麼玩呢 首先我們桌遊的配件有 還有圈圈 發射台 積分錶 用積木拼成的小動物 還有一張規則說明書 我們這套桌遊 我們這套桌遊是根據 咱們們以前有可能有玩過的套圈圈 所以我們就把套圈圈加入這套桌遊中 還有你可以看到 這邊有很多可愛的小動物 這些小動物都是咱們們以前有可能有看過 或者是養過的動物 那要怎麼玩呢 首先我們先將圈圈放在發射台上 將手壓下發射台 手再放開 即可發射 像是這樣子就沒有發射成功 就不能得到分數 如果套中的話 就可以得到對應的分數 像是紅色的鯉魚就是1分 黃色的鴨子就是2分 綠色的青蛙就是3分 每個人會有12個圈圈 輪完之後積分最高者獲勝 我們這套只有可以對長輩們的 顏色認知 數字計算 以及小肌肉的運動都有所幫助 另外我們也遇到了一些困難 像是有助隊友喔 我們在當天 我們要製作這隻可愛的可達鴨的時候 他因為這個步驟 所以他做了兩節課 踩入了兩個步驟 還有積木拼錯的情形 在護背機的方面 由於我們不熟悉護背機的操作 所以導致發生了悲劇 要護背的東西卡在裡面 差點把護背機給燒了 另外我們也遇到了介紹所有的困難 究竟是遇到什麼困難呢 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一開始我們用國語來講 發現長輩子清這種台語 可是我們台語講得很爛 所以我們就請教了我的阿嬤 之後我們就講了有力的台語 你以為這樣就解決了嗎 帶進入西宮呢 學會比較簡單 我們在當天要跟長輩們 介紹所有的時候 忽然有人情緒崩潰 哭了出來 所以我們只好在他 到旁邊冷靜的時候 cover他原本要做的事 繼續向長輩們介紹所有 以上就是我們遇到的困難 不過即使遭遇了這麼多的困難 可是當我們看到長輩們玩遊戲時 開心的笑容 就覺得那些困難都是值得的 在這個影片中你可以看到 阿嬤非常投入我們的作用 我們為了推廣我們的作用 我們去遊說千夫之愛基金會的執行長 我們做了一個簡報跟執行長介紹 執行長很肯定我們的行動 也說會幫我們推廣作用 要搶搶搶搶搶我們的作用 並讓我們開心社會 這次的行動對我們來說 是一次非常好的體驗 我們設計了一套設施 讓長輩們玩得多有 長輩們喜歡我們的作用 也玩得很開心 讓我們很感動 我們知道這個作用 還有可以改進的地方 也聽了工作人員的建議 做了一些些的改變 我們盡全力讓作用做到最好 希望這個作用可以讓 師父讓長輩享受快樂的遊戲時光 我們很感謝就有支持的DFC行動 讓我們學習到了很多課本上面所學習不到的東西 這些東西都是在我們未來人生裡非常寶貴的經驗 雖然我們是小學生 相信我們可以用小小的力量改變世界 讓世界變得更美好 請就有請四位幸運而上台來體驗我們的遊戲 那先講解一下規則 每個人會有三個圈圈 然後把圈圈放在發射台上 加速度壓下 然後發射出去 如果套做黃色的壓制就是兩分 紅色的鯉魚就是一分 綠色的青蛙就是三分 每個人 就輪完三輪之後積分最高者獲勝 然後每個人先拿同樣的顏色的 全圈圈和發射台 然後就有藍色衣服的先開始 看你自己選擇位置台 差一點點 接下來換黃色衣服的 藍色衣服拿紅圈圈 紅色衣服拿紫圈圈 這個黑色衣服拿紅圈圈 這麼複雜 好 要架好 差一點點 換紅色 黑色衣服 紅圈圈的 白衣服的妹妹 你稍微後退一點點 讓底下人可以看到 好不好 好 你們都太遠了要前進一點 來 前進一點點 你們可以近一點點 你們可以近一點點 前進一點點比較好工作 前進一點點 沒有玩到的大朋友小朋友也不要灰心 等一下這個結束之後 他們會到外面去擺攤子 大家可以繼續參與 可以 一為一百 你願意花一次一百塊這樣玩嗎 會玩黃色衣服 你覺得這不只一百塊嗎 很快 手可以 好 又差一點點 來 換紙圈圈的 再前進一點點 對 前進一點點 我們今天老闆大放送大優待 3分了 綠色的 3分 3分 好 我覺得你要近一點 哎唷 哎唷 過頭了 來 綠圈圈 綠圈圈 爸爸媽媽 你們看一下 這些孩子們 對不對 自己的積木自己的圈圈 就玩得那麼開心 所以我們還沒事要拿平板 拿手機給他們玩嗎 對不對 少拿手機 少拿平板給你的孩子 孩子們這樣就玩得很開心 也是3分了 又一個3分的了 差一點 來 哎 這個是2分是不是 1分 紅色是1分的 紅色1分 最後一個啦 綠圈圈的 那沒有玩到的朋友比較灰心 等一下可以找我們來體驗這套桌遊 你看吧 真的喔 好 四位同學滿意 四位來 這樣好了 來 四位體驗的同學 滿意嗎 我覺得還不錯 什麼樣的不錯 就是很好玩 除了很好玩 你覺得對於你的失智症有沒有幫助 有 有 對 整個人都聰明了 對 你覺得好不好玩 好玩 你覺得在當中你有學到什麼嗎 沒有 沒有 這是訓練手眼協調力而已嘛 對不對 不一定要學到些什麼 對不對 好 很好 對 還滿好玩 你覺得他們設計的桌遊怎麼樣 還不錯 如果是你 你會願意介紹給你的爺爺奶奶或是外公外婆嗎 應該不會吧 應該不會吧 還想做人家不錯 好 你要自己玩喔 你咧 毒眼怪 滿好玩的是不是 那你會願意介紹給大家嗎 不會 為什麼 來來 為什麼不會 不想介紹 為什麼不想介紹 為什麼不想介紹 不知道 他是不知道怎麼介紹 不是不想介紹 對不對 好 謝謝這四位的體驗者 也謝謝我們三位的同學 好不好 來 歡迎我們的這個輔導員 還有我們的家長 可以跟我們的同學們一起上來拍照 哇 你們真是人多勢眾 好 看那個黑衣服的 蹲在地上的這個哥哥 好 謝謝 再次謝謝彰化先禮中山國小的大隊人馬們 好 好 我會想說 嘩 我會想說 感谢观看